人情 生性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会定位置雕临 这是台湾人民 应不成功妙一生 这是台湾人民 应不成功妙一生 各位维心圣教义经大学 所有贤士同修 我们合掌共念开经济 义经新法庙南文 百千万节今重现 我今勤洗诸妙法 愿此功德皆回向 那么鬼故先是王残老鼠 各位维心贤士同修 心安的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环老的法门 就有八万四千个环老 所以人在世间上的环老 时时刻刻都有环老 当一个人冷静下来的时候 你静静地去思考 你现在 所想的是什么 我想都是烦恼的比较多 快乐的 比较少 但是怎么样 将烦恼化为快乐 这是一个事实与现实的问题 曾经有一位老信徒 他来宣佛事 那时候我都在开智慧 带着他的孙子来 他说 他说 我好烦恼 我这个孙子都不读书 不知道怎么办 我好烦恼啊 你的孙子不认识 你烦恼 你把我化作 快乐就好了嘛 这样来的 你必须准备很多学会 给你的孩子去读诗 去孙子去读诗 但是不行啊 不读书不行啊 我说 你这个孙子 他不是读书材料 他是做生意材料 生理叫拍生 你说 不是这样啊 师父啊 不读书 以后就会完蛋了 求家去了啦 不行啊 我不是这样啦 你这个孙子啊 他就是做生意的 他从那命里面 一看 哇 满盘都是彩啊 挂中的 命中呢 文昌 就像那一年一喜的 萤火虫 我说 我一想啊 你这个孙子呢 只要读六十分就好了 其他你就不要烦恼了 让他去学一技之长 他说 哦 原来是这样哦 我这个小孩 孙子呢 看到什么东西 他都会玩 人电视机拿起来 他把我拆 全部都拆掉了 他也会把他组装起来 但是要叫他读书 这是要他的命 所以这位的先生 偶尔 他就 好了 那只要不做坏事就好 他的孙子 好高兴哦 施工 谢谢 那我以后 我就不读书了 但是我不会做坏事 你放心 我会去做生意 结果他 开支会完毕了 回去了 那一天晚上 他就不出来 也不去玩 他在家里 在书房里面 一直在读学校的书 那过了两三个月 开支会又带来了 然后我一上 他说 书啊 我现在要认识 认真要读书 我说你的孙子 他不是不读书 而是你们给他的压力 没有用开导的 而且呢 你的孙子 把口 呕呕 他就是鼻子有问题嘛 所以我孩子会 把这个加持 好 回去 他渐渐就好起来了嘛 好起来的时候 头脑清醒了 就会读书了嘛 所以我们的烦恼 多得不得了 因为我们不了解人 的身边 人的一生 太多太多的烦恼 但是你要破除烦恼 必须要有智慧 所以现在很多小朋友 他的读书 记不起来 喜欢玩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从各方面 好多种让我们烦恼的 好多方向 让我们解除烦恼 将烦恼化为快乐 你必须要有智慧 不然 烦恼更大 所以我们这一节 安心真经 要来讲 烦恼更大 为什么烦恼更大 你不懂得 很多 各种常识 医学也好 或者各种心理学也好 你若是 没有听一些圣人 修行人 他们随时的开示真言 我们的烦恼会更大 尤其现在社会是 多元化的社会 世事恢恢的乱象 特别的多 你打开电视来 烦恼的一大堆 但是 你怎么样 破除烦恼 你必须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 你才能解除你的烦恼 不然的话 我们的烦恼 多得不得了啊 你曾经 一位老先生 和自己的老婆 带来生活事 来生活事 来问很多事情 关于他孩子的事情 他孩子做生意 跟他了得很多钱 连老本都快被了光了 我看到 他的孩子命中 我跟他说 老先生啊 命中若有自然有 命中若无莫强求 若要大富以大贵 为从积善以众 这位老先生呢 哦 他就 心里呢 他就 没有讲什么 他的 这个老太太呢 他说啊 我的老先生啊 都一直 叫儿子要赚大钱 而儿子呢 也是很孝顺 顺着爸爸说 要赚大钱 所以他什么都做 什么都做呢 什么都赔钱 啊 现在在挂儿子 不争气 不赚钱 我说你不了解 孩子的命 孩子命中 一点财都没有嘛 而财没有 这是上班族就好了嘛 所以我们能生孩子 但是你不了解孩子 他这一生来 他一生 他的 整个的人生 不了解 他是不是做生意 或是从事上班 所以我鼓励大家 学义经 你 大家学义经 你才能了解到 自语的命 了解自语的运 了解自语的天机 烦恼 你就会 渐渐的 减少 烦恼 我们要治病 你才能治疾 你治病 才能掌握自己 一生的 机会和姻缘 不然的话 横冲族撞 绝对没有用 所以我才遵照 王产老祖 慈悲开示 在台湾 构地成立 一间大学 教室 一直在上课 我们不是像一般 所说的补习班 那 社会大众 有时候会认为说 啊 先佛师 书夫啊 你这个是补习班 我告诉各位 补习班 另有补习班的经营方式 但是我们是宗教 修行的法门 宗教修行的法门 就只提升我们心灵 智慧 灵性 的生法 我们是由心 用心 来 开发每个人 内在的潜能 若是有人 问话呀 师父啊 或是同修啊 师兄师姐啊 你的法门 究竟是什么法门 那我们就是安心的法门 心 本来就是清静 为什么 会烦恼 会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苦恶 那就是我们的念头 念 我们最怕我们的念 忘念 你忘念就是没有记忆 没有智慧的忘念 就从贪而起 若是一个人 我们从空界 从天上界 来到世间走一趟 从懂事以后 我们 任何一个脚步 任何一个行为 行动 那都是我们人生的 课题呀 讲到这里 哇 那么深 事实上是 很 很浅 而且呢 又是不深 也不傲的真理 就是 做到心安 凡是做到心安 就是人的责任 与义务而已 曾经一位 信众 他过来说老书啊 书夫啊 我一生都没有做坏事 没有骗人 没有抢人 没有怎么样 没有怎么样 为什么我还这么不顺利 世卫 还这么不顺 我笑一笑 我说 老书开事 没有骗人 没有抢人 这是你的责任 与义务啊 这没有功德可言 这做人 就该做的 那你要花大心 你能付出 你就付出 那是做你的福田 是你的福报 所以你常常为人说 我又没有抢 怎么样 为什么这么不顺 上天给我这么不公平 我昏作业先生说 上天是公平的啦 上天绝对没有偏差 而是在于你知机 与不知机 知道 你的命 你知道你自己的命 就是你的天机 我说你 命中 一手的好技术 但是 你的钱财 看不到钱财 命中 你的财运 都是福长 那么 你的一手技术 好得不得了 这位先生呢 说 老叔啊 叔父啊 我呢 一生 人家叫我做什么 技术我都很好 每当我自己要去 成立一个小小的小公司的时候 没有多久呢 我就倒闭了 把原来积蓄的钱 又赔了 又从头来 我跟他说 从你的命里面 用易经 你就了解 才能了解到你的命 你这一生是从事技术工作着 而你用你的花瓶作品 给有经营 有这一个企业经营 头脑的人去经营 这样你这一生 你就会有所发展 否则的话 你按照你自己过去 哎呀 我有很多的花瓶 很多花瓶 很多的设计 结果你 没有经营的智慧 往往呢 花瓶和经营 花瓶者是天才 你在经营是蠢财 哎呀 周月先生呢 他说 哎呀 叔父 你讲到我的心 我花瓶 聪明不得了 要我做东西去卖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我家里的花瓶专利品 好几百种 没有一样赚钱的 我说 你要放得下 你要懂 你这一生 是用你的潜能 开发各种的作品 产品 花瓶 创作的作品 给一些经营者 替你去经营 然后你赚你的 花瓶 这个智慧 财产的财 而 你的命 不是 你们所想的 聪明就能赚到钱 你今后 你可以将花瓶 你委托 一些朋友 帮你去发展 让他去经营 你赚一些 你的 比较微薄的 待遇 你绝对会赚钱 所以 回去之后 他也就 将他的作品 委托朋友去经营 朋友赚了很多钱 但是他 看了心里毛毛的 但是 他误了说 只要能够 他的朋友 将他的作品 给大家 能够享用的时候 他 所赚的钱 心安的财 那就可以 快快乐乐的 过 他的人生 所以 这个叫做 知足 常乐 本段节目 有 各位 微信 闲事 同修 我们的苏贞 王产老祖 告诉我们 要用 意 用意经 你才能 你才能 作为 心无 快爱 快乐的 修行者 所以 曾经 有一次 一位 修行人 身上穿了 修行 花袍 非常庄严 来到 仙佛寺 来到仙佛寺 他 非常 有礼貌 到 大雄宝殿 他就看到 阿弥陀佛 他就 拜了 一边是 观世音菩萨 他也拜了 一边 王产老祖 他 就 不拜 我笑一笑 阿弥陀佛 你今天 有 贵事 我路过这里 听人家说 你修的道场 活不活 道不道 怎么中间是 拜的 阿弥陀佛 龙边应该是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你 上面 有 呼吸的 神 他也不讲 上面是 王产老祖 他的神 我说 我 我所 拜的 佛 所拜的 王产老祖 所拜的 菩萨 都在我心中 我拜的 王产老祖 呼吸这么长 因为 中国 至圣 为谷先知 他 呼吸 就是这么长 因为 这么多的 徒弟 都没有 把 自己的 书贞 呼吸 全部 拔光 去 修 了 所以 我越拜 王产老祖的 呼吸 越长 就像我们 这种 法相 老祖的 呼吸 就越长 这月 修行人 也很 谦别的 说 阿弥陀佛 那我懂了 那好了 懂了 他就 出去了 在我们 仙佛寺 看一看 绕一绕 他又进来 大雄宝殿 我在那边 有信徒 问我事情 进来 他就 向王产老祖 和长 就一拜 我在那边 跟信徒 在讲 他在旁边 坐着 在那边 听 我跟信徒 讲 我告诉信徒 说 你啊 这么不顺利 因为你 不懂的 意经 你才会 这么不顺利 你做的事情 没有一样 是成功了 因为你 不懂的 意经 你必须要 用意经 的智慧 做你的 人生的 导师 你的事业 才会 顺利 讲到这里 这一位 修行人 他就站过来 他 哎呀 禅师啊 那时候 他 都叫我 张先生嘛 接下来 就说 禅师啊 我受教了 我知道 我 今天呢 来的目的 我知道 今天来的禅 我冥冥中 好像有这个 因缘 是可以 是会跟你 结下 很深的 善缘 我就 跟他 讲到说 大家 学艺经 修行 道上 可见 行 你要修行 要做到 问心 无愧 要做到 心安 而心安 你才没有 烦恼 心不安 你的烦恼 可大 任你修 怎么样的行 修 什么样的法文 都是心安 为主 走 所以这位 修行人 他说 难道 我的书父 叫我们 有空 有时间 要读 《易经》 但是 主读 《易经》 不了解到 怎么样 才能 作为 自己的 导师 不知道 怎么样 用 才能够 了解 自己 下一步 人生 所以 他问我 有没有书可以读 我 《易经》的书 我多得很 只要 你有这个心 我不分什么教派 反正人 教派 是后天人 所悟的一个法文 而已 但是 真理 是宇宙虚空 那么浩瀚 那么庞大 若是你不了解到 宇宙的真理 只在 小小幻围里面 在那边 钻牛角尖的时候 你爬不出来 所以 你的烦恼 会更大 所以 王展老祖 开诉我们 如何 让我们的 烦恼 能减少 你必须要学 《易经》 大家学《易经》 做人处处 可安心 因为《易经》 它里面的道理 《易经》 就是生活 生活 就是《易经》 《易经》 它的智慧 有八万四千个智慧 《易经》 本人所演修 这么多年来 它有二十四亿 四千六百局 那么多的智慧 不是小小的 一个小小小 妄念而已 所以我在台湾 过地开课 希望更多的人 来续作园 更多的人 来接这个法园 你会安置自己的心 什么样该做 什么不该做 了了分明 不该做了 我们就不要勉强 什么是不该做 你只看到眼前 你没有办法了解到 被辩 所以 我鼓励 大家学《易经》 做事工作 可顺心 所以 古先师王产老祖 倒架持航 传了这么多的 《易经》心法 这么多的 风水学妙法 那是在 帮各位安 自己不安的心 尤其 自己的命 自己的天命 自己的 这一生的 行住坐卧 这一生的贫富贵贱 这都是在《易经》里面 了了分明 所以我鼓励 所有大众朋友们 来学《易经》 你就可以了解到 什么事该做不该做 你的烦恼 你才能够 话语无形 《易经》是大学 大学在 《易经》 微信信告 尊天 各位微信先师 各位失望 散知识 至圣 微谷先师 王产老祖 常常开示我们 我们不要 以为小小事情 就不去注意 他的变以化 往往小小事情 就是我们 环老的根源 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 他来问 一些环老的事情 他就是有一块 这个农田 一块农田 他有一天 发现 水沟 有一个白白 很红色的小虫 他就 一直盯着那个小虫看 他也没有去问 农业专家 过了 没有多少天 他再继续舔 你看 后 缓止了很多 后来他种的稻子 他全部 被那一个虫 把他 破坏了 他就来问 老祖说 他今年 为什么那么不顺利 他的钱里面 他看了一只小小的 小动物 就 变成 那么大的问题 我 跟他谱一个卦 这个卦 就是三峰谷 三峰谷 三峰谷 就是 骨下面 从 外表好看 内部 根 就根 已经败掉了 根败了 这一定有 微生物 骨呢 就是 从 就是从 所以 这个道子里面 他的根部 有那个小虫 细菌 根就败掉了 那 这一位先生 他叔 已经太懂得 这个 龙作物 我告诉他说 易经 无所不包 易经的智慧 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 你赶快 请农业专家 来帮你 不然的话 从三峰谷 谷中 没有福神 没有天衣 那你这一个 开始 以后 你的烦恼 会不得了 连着 澳尼 你若是 不想办法 来 预防 不然 明年 你也是 种其他 都没有用 因为 里面 土壤里面 就有 很多的细菌 那一个 各种不同的 变化 都来了 这位 信徒先生 他回去 就去找 这个 农业 农事所 去帮他 看一下 去研究 农事所 问他说 你这个 根里面 就有 那个 细菌 在里面 这个很 罕见的 病 若是 你不敢 坏 皇子的话 你的 烦恼 大得不得了 所以 《易经》 里面 任何一个 用词 尤其 《安心真经》 烦恼 更大 这个用词 就是 包容 一切的智慧 一切的 法 这位 先生 过了 一两个月后 他又到 宣伏市来 问我 报告说 书 《易经》 真的 有神通 我是《易经》 不是神通 《易经》 他的智慧 大无其外 把 所有事情 都在《易经》 里面 八万四千个 烦恼 八万四千个 病源 根源 全部在《易经》里面 所以 我们 研究 各种的 士隆工商的 朋友们 你一定要来 读《易经》 你读《易经》以后 研究《易经》 加上你的智慧 融合在一起 你会 更加的 智慧增长 所以 这位先生 他 自从那一次以后 常常介绍朋友 有时候 就会来 拜老祖 包括养鸡 有一天 他的朋友 他来问事情 我又跟他 用《易经》 谱了一个挂 我说 某某人 你的鸡 要丢给这个 会积温来 我说 没有啊 我养了几十年 从来没有 过去是没有 现在开始 这个积温的灾难 会来 你自己 要小心啊 要防患 你未然啊 佛者的话 你的烦恼 你 没有办法去 解除你的烦恼 他回去 他也就很小心的 和这个序幕专家 去讨论 去请教 结果那一年啊 周围 都在 发生积温 结果他 就 逃过 这一节 所以 各位啊 我们用《易经》 学《易经》 我们是 防患 以未然 我们没有 本钱 没有可以失败 没有本钱 可以来 赔 所以我们 要防患 以未然 那我们只有 学《易经》 学《易经》 你可以防患 以未然 以其无所生 还是要 用 《易》 所以这位先生啊 他来感恩 老主啊 老主 给他 防患 未然 所以我们 不了解到 自己的人生 什么时候 会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知道了 我们 预防嘛 不然的话 我们 烦恼 多得不得了 我们 要防患 的未然 你一定要 用 《易》 若是你们 各位 前世同学们 亲朋好友 你们这样 所学的 可以帮助 亲朋好友 减少失败 防患 你未然 那你们就是 老主的化身 神的化身 天神的化身 佛的化身 好 那 这 即是 修行 安心的法门 各位 微信 闲事 我们现在来看 安心 尊敬的文 心若 酌大 怀恼 更 大 心 本来就很大 那你要在 执着 大怎么 做大 就是念头 就是贪 我们人 最怕贪 每个人 希望有所成就 在别人的面前 能够有所成就 有所表现 这是正常的 也没有罪过 但是 没有智慧的时候 一直想要大 想要做大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 开示 一记一遍言 大大要作为 不能强出头 若是强出头 到时压实是自己 后来 大大要作为 不能叫头头 头头 带不去 九十 第四十 所以要压下来 就要看心 但是我们很多 很多人 都是 想要做很大 想要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但是没有那一种智慧 没有那一种理念 没有那一种 正规的教育和学习 你的烦恼 会更大 不是成就更大 到时候 没有办法收拾 所以观世音菩萨 叫我们 时时要还行 这往 掌中的心 往心里面看 我们要谦卑 谦卑 怀 怀恼会减少 若是 更高 怀恼会 大得不得了 所以 王残老祖 要我们修心 修什么心 就是修正 我们贪恋 若是一个人 你贪得无厌 你的烦恼 绝对大得不得了 所以金刚经 开述我们 金刚经 就赞叹每个人 都有一个金刚性 金刚性就像钻石 那么坚硬 但是再怎么样的坚硬 的钻石 最怕一个 就是烦恼 金刚性 就最怕烦恼 会把你打破了 把你洗半 所以我们 如何减少 最少的 烦恼 我都鼓励大家 学艺经 做人处处 可安心 你若是 能够学艺经 加上你的智慧 你所看的 会更加的 远见 不然 我们只有在 穿墙 着臂 要揣摩 所以我对揣摩 这两个字 我有所领悟 你揣摩 就穿墙 着臂 那步子就用意 鬼谷先师 王产老祖 开述我们 你的揣摩 诸素 你一定要用意 你开花你的智慧 你才能够真正的 到达 内在大智慧的 彼岸 幸福快乐的 彼岸 不然 烦恼 一定会很多 烦恼 大得不得了啊 曾经我们 有一位老信徒 他要去投资 一件事情 就到大陆 现在大陆 都在鼓励人家 来投资 怎么样 还有什么 有利润 几年 有什么优待 怎么样 让你先跳进去 然后再慢慢的 窄 慢慢的 拨 慢慢慢慢的 削 一间挂 我把它 站一个挂 就三地 拨 三地 拨 三地拨 拨路 好 就是 走一关 过一关 好 挂 中 才 人去追钱 人追钱 硬要是观鬼 那是大陆 你要去的地方 我说你要去的地方的人 那你的官员 你是谁 他是活 最贵 而且那时候是旭月 旭月 你的水 一点点的水 你还投资那么大 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烦恼的不得了 你再多的财产 踩下去 也 没有办法填满 这位先生 他说 但是不好意思 我去给人家请客 请了好多事 去 有警车开导 怎么样 我说 告诉你 你去一定会烦恼 大得不得了 那你 也转度了鬼 硬谣 这是观鬼 就观鬼谣 硬谣 你要克他 人不与观斗 人不与观斗 去一定会失去 他不信我讲的话 他就去投资了 把台湾亲戚朋友 集资到那里去投资 过了两年 又回来 到台中道场去找我 我说怎么样 他气得很重 大陆的人很不讲信用 尤其他们的关联 更不讲信用 当时我跟他讲好好了 现在就换人了 因为大陆的政策 三年一换 等到你一个阶段换戒 后来就不认权账 你就惨败荣归 那么这位先生 我说你回来了 没死看得再一趟 老婆死了 尿童什么都不必看 回来 留到青山寨 不怕没有才招 所以用意 你才能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本段节目 由翔昌制衣有限公司 西纳扣尔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赞助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